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钓员的阿康。 欢迎来到REGAZINE,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光临何故Cinema! 本院严禁吸烟,请将你的手提电话转为静音模式,以免影响他人。 请留意随身贵重物品,请勿放置在走廊或空座位上, 以免遭受财产的损失。 请勿对影片内容进行摄影或录影,以免触犯相关法例。 逃顾Cinema! 现在开始! 到第三节,我们一定要讲讲《非奋属女》里面的一班演员, 最重要是今届提名最佳女主角的阿莎。 Jesse,你怎样说服她拍这个角色呢? 我想是剧本打动女主角。 很自戀地说。 多谢阿莎她看完剧本,她没有被那些很老骨的文字嚇到。 我想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写得很希望角色可以去, 特别是她打开的时候, 或者她如何去面对情欲的时候, 那些文字我们写得很大胆地,相对。 都没有吓到阿莎, 我觉得是很开心。 她支持她参与, 我觉得是很多谢。 据问你是安排了真正的小敏和阿莎有一次的对话, 是不是? 其实是呀, 我们在做排演和唯独之前, 其实都特意是约了角色的原型的所谓真实的人物。 真实的小敏。 是的,真实小敏去聊天。 其实真实小敏不是完全跟我们虚构的小敏一样, 但是更加会了解多了, 其实她是为何跟她先生的问题。 是的。 是的。 因为我看回这个故事原作是陆寶寶, 这个真正小敏就是陆寶寶的朋友。 所以我刚才第一次都说, 最初的人都说有没有搞错, 就是真人真事改編? 往往有时真实的事是比戏剧更加丰富的。 OK, 阿莎在演绎上有没有加了一些自己的东西, 或者她有什么令你惊喜的表现呢? 每个演员收到剧本收到角色, 其实她自己都会进入了她表演的一个, 成为了最后出来的一个人物。 那么, 我自己很满意, 其实是整个调, 因为都一开始跟阿莎说, 大家会觉得她的声音比较尖的, 很多时候的角色里面, 小敏的角色本身其实是很不同的阿莎本质。 嗯, 这个也是一个挑战来的。 是啊, 那我们都, 阿莎很好, 就是她自己都会在一个practice里面, 她尝试用了另外一种声音的表现, 就是整个倒入了小敏那种, 比较沉屈压气的一个状态。 嗯, 我觉得她好像刻意早期, 是不看人的, 是低一点点头, 跟着好像眼尾熟你就算。 这个是你叫她这样做, 还是她自己去加下去的演练方法来的呢? 嗯, 嗯, 其实, 我们在整个, 这一份熟女不属于一些很, 很节奏很明快, 或者很多爆破场面的一部戏, 所以全部东西都是很缓慢, 很细, 很细的东西, 所以那个细节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由, 譬如, 场景, 或者到服装里面, 都是去花心思, 去呈现小敏的角色, 和她的生活处境。 比如她会穿一些很松身的衣服, 或者我们跟阿莎说, 其实她是不需要化妆的。 其实在种种由衣服, 到个妆, 到她是出现的场景里面, 其实, 我觉得小阿莎自己慢慢的, 已经是成为了, 进入了小敏那个世界。 所以那些细眉细眼, 是不需要我去教她的。 其实是, 我们给了很多样东西之后, 其实角色, 小敏已经和阿莎是在连结的。 那这个是, 因为我觉得真的, 作为好的主角, 就是我自己觉得, 不需要去抓住演员做每一件事, 而是沟通。 我说了很多, 可能我对角色的看法, 我希望演员自己给出来, 因为我已经提供了很多样东西, 去令到建构那个氛围, 其实演员她会走到出来。 那有人都会将阿莎之前一次, 提名金载掌女主角初级的演出, 和今次她在《非分属女》里面的演出, 去相提并论的。 你个人介不介意呢? 又或者反过来, 你会觉得, 其实经历了初纪之后的阿莎, 是有什么新的表现方法, 令到你会更加有印象深刻呢? 我不介意观众去将初纪和《非分属女》比较, 因为其实每一个过去都是在建构现在, 所以, 我相信阿莎自己都在初纪拿到一些经验, 再来《非分属女》, 我自己看回《非分属女》的表演, 我是觉得阿莎是很不同, 她没有重复, 而她更加是在, 她有surprise给我, 我也都很proud of, 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到一个很不同的阿莎, 在《非分属女》里面。 我就会评价, 这次她是很内廉, 刻意收起了一些可爱, 或者像上次那些很激动的演绎, 是刻意很平淡, 刻意令到你觉得她好像没有人生希望, 不知道没有理解错误吗? 这些可以给观众去看, 但是我觉得是, 我开心的, 我觉得阿莎是, 都做到我想做的小文。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加毫, 为什么你会选吴康仁, 这位台湾演员去飾演的呢? 其实, 我《非分属女》, 是一个女人成长的故事之后, 其实她都是在romance里面, 爱情那部分都是重要的, 那种浪漫, 所以我是很觉得那个男主角, 厨师的角色, 我是很想被观众有新鲜感, 还有她们中间的火花很重要, 所以在找演员的时候, 我觉得她不一定是香港本土演员, 这个时候我再打开了, 再给自己去想, 究竟那个新鲜感的可能性是怎样呢? 我就会再放远一点的时候, 说台湾的演员行不行呢? 就发现到吴康仁这位演员, 那她是, 我来说她很阳光感, 很魅力的一个演员, 而她也都不是, 虽然她在香港很多日, 工作都不认识她, 但其实她已经很知心, 很出名, 在台湾, 所以我就邀请了她去参与, 很开心她可以参与, 她一个给到整个, 我觉得她给到很多很好的意见, 这个角色, 还有将她, 她和阿杉是一个很好的爆炸, 很多人都未清楚, 但其实她是台湾影帝来的, 因为她之前有一套, 我看回资料, 叫白蟻欲望迷茫里面, 就拿了17年的台北电影节, 最佳男主角, 然后之前她演了很多不同的台湾的剧, 但我更加好奇就是, 因为我看回白蟻这部电影的简介, 她这个角色, 都和这个小敏海有少少相提并论, 因为她很奇怪, 她喜欢偷一些女性的内衣庫, 为什么呢? 她源于就是小时候, 她爸爸死了之后, 她目睹她妈妈和男朋友, 有一场床上的关系, 然后开始令到她心理上有少少不正常, 所以第一节都问你, 为什么不用这个Aploma呢? 你选择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 吴康仁在白蟻这部电影里面的演绎? 我有看吴康仁在白蟻演绎, 但是她白蟻的故事内容, 和我去做创作是没有关系的, 我想大家都是, 在做创作的时候都会, 我想意识到, 其实童年是很影响一个人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无独有偶, 对方, 导演片剧都是这样想的, 所以 康仁她是一个很多面的演员, 另外想问另一位演员都很重要, 就是郭逆森, 郭逆森做姜蓉这个角色, 这次都令到观众, 都挺留下心的印象的, 是啊, 阿森她做得很好, 非常重, 她将用的角色, 我们都cast了很久, 最后, 和阿森沟通了很久, 我们去处理, 如何表现的角色, 是的, 我想留下少许, 卖少关子, 大家可以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 是的, 我们不要穿竅节, 另外, 叶童, 刚才你都说了, 这个是你很想用的一个演员, 而她是代表了, 旧一代那些, 很激情, 很豪放, 为了爱情, 不顾一切的女性, 这次她的演绎, 是不是都满足到你的需要呢? 叶童姐姐, 她, 她不是很多场戏出现, 但是她是, 她一, 她一, 一举手一头捉, 都是很恰当, 是展现到她, 她角色, 是想要做的, 这个发生, 更令我惊喜, 竟然是刘永, 刘永做阿莎, 小敏的爸爸, 我觉得是神来之不丽的, 这些, 原因就是观众去看, 因为她平时都是一些, 很威, 很勁的角色, 今次就, 下沙穿, 自己没有穿轎, 为什么要找刘永呢? 因为, 我自己, 很想找一个爸爸, 是有少少, 一见到他, 有些紧张, 有些威严, 我想刘永是一种, 比较大男人的感觉给我, 很可怕, 他眼神一立, 我都很害怕, 所以我觉得, 小敏的爸爸, 其实就是, 需要有一种质地, 但他内女, 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男士,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譚善然, 譚那个角色, 我觉得, 现在大家对他, 都有一个, 类似固定的形象, 好像, 很多跟他, 同性戀挂钩, 你担不担心, 还是你会, 刻意用到他这个形象呢? 其实, 在找月美的角色的时候, 我, 都想了很多可能, 究竟他应该是长头发, 还是怎样, 最后, 找了譚善然, 觉得, 他是有一种, 虽然他是短头发, 但他是有一种, 气质, 有一种微调, 而那种质地, 其实跟小敏和阿沙很不同, 我希望有一个, 首先, 他们两个很不同, 和, 质地的人, 爱观上不同, 是的, 爱观上不同, 因为, 是小敏的旧同学, 他扮演, 其实是第二个世界, 对小敏来说, 他们之间, 有没有爱情呢? 其实, 有人可能会这样想, 我觉得, 又是开放, 因为, 女性和女性之间, 其实, 都会很曖昧的, 就是我来说, 他再次出现在, 小敏的生命里, 其实是, 又是帮他打开的, 一个很重要的人, 那, 吴浩康, 我觉得, 其实他很惨的, 为什么要找吴浩康, 做这么惨的角色呢? 他有点惨呢? 其实, 他扮演, 小敏的前夫, 那前夫, 虽然, 都是长口不多, 但是, 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人物, 因为, 整部戏讲, 为什么他四年都搞不到, 其实, 其实, 那种悲剧的一个主角, 那, 阿迪其实, 因为他是一个歌手, 其实歌手, 他唱很多情歌, 其实他对感情, 阿迪一定是, 其实, 和他聊天, 其实, 阿迪是很了解, 他之间的事, 我觉得, 很有趣就是, 是一个挑战来的, 但是, 其实, 大家可能觉得, 他很如得水, 但是, 其实, 每个人都会遇到, 就是, 沟通不了的时候, 那, 我想, 和阿迪聊天的时候, 他都给了不少 input, 我去看, 夫妻关系, 良性关系, 那, 你品评了很多, 不同的演员的表演, 那, 最后, 你想观众, 有没有一些特别要留意, 哪一段的剧情, 或者, 你想观众, 更加留意, 些什么的内容, 是什么? 非分熟女, 他是很适合女性去看的, 但是, 同时间, 不要以为, 他只是一部女人电影, 其实, 男朋友, 老公都应该, 和你身边的女士一起去看, 其实, 是关系, 大家如何沟通的一件事, 好的, 多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希望这个非分熟女, 叫好叫座, 多谢你啊! 多谢你收听Rekazine的节目, 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 最好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最好打上我们, 打上一下, 令我们做得更好, 亦都为Rekazine筹务营运经费, PayPal帳户, memberatrekazine.com.hk, 或者汇丰银行, 652-593-039-838, Rekazine New Media Committee Limited, 小小打上, 多多支持, 多谢支持!